深夜 老卢卡那边发来消息 向楚光报告了今天的收入 其中2000C2是固定工资 由于开拓者号的后勤科 购买了产能加倍的增值服务 一共采集了255吨垃圾 提成是1275C2 加起来就是3275C2 再然后就是早餐晚餐 以及宵夜的营业收入 这笔额外的收入居然达到了700C2 加上每日600C2的餐补 扣去购买补给 食材花费的150C2 今日的结余达到了4425C2 至于成本 每100公斤垃圾的任务奖励是1银币 哦对了 还有2550活动积分 平摊到200人身上 人均收益还是稍微有点低了 应该是被部分智力系玩家拉低的 希望小玩家们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算上昨日半天结余的1200 两天收入一共5625 好家伙都够买18把突击步枪了 之前他的军火库储备最高的时候 也没这么多武器 楚光恨不得 现在就把攒下来的钱全兑成枪 然后一把400银币挂在武器店 然后再开个活动 凡资料片专属武器 一点活动积分可抵扣5银币 最多可抵扣总价50% 相信等第一波玩家回来之后 一定会兴奋地跳起来 想必下次再去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更加卖力地干活吧 楚光觉得 各大厂的游戏促销活动 算是被他玩明白了 真是不枉他取了那么多才 靠在了电脑椅上 楚光双手抱着后脑勺 望着天花板私存 明天是换班前的最后一天 后天新玩家上线 两拨人正式开始交接 50名老玩家带150名新玩家 希望别出乱子 要不 亲自去一趟算了 基地这边有小七 夏妍 小鱼 还有那么多老玩家 问题应该不大 就在楚光关掉文本文档 开了一局群星放松心情的时候 远在十公里外的开拓者号上 后勤科的李德正盯着桌上的盘子发呆 这个是蓝外套的馅饼 他的秘书王杰回答道 是包子 那这个呢 皮透明的 也是包子 听说是汤包 蘸着醋趁热吃比较好 这个扁的呢 谁煮包子 嗯 这个听说叫饺子 奇怪的食物 在理想城 是不会像这样拐弯抹角的 把脂肪和蛋白质 用碳水化合物包起来的 而且也没有超市 会贩卖流民的食物 那些一种肉 最下层的员工和失业者 依靠合成淀粉 与少量膳食纤维度日 中层员工的碗里 会出现植物肉 以及一些被设计成 营养均衡的套餐 毕竟 后者是企业的中间力量 与机械不可替代的大多数 企业通常会开始考虑 他们的健康 而在上层一点的员工 他们能吃到 数控种植塔产出的 战前作物 与经过严谨的 科学方案合成的肉 这类食品 虽然也是工业产物 但除了营养本身之外 也会更加注重饮食体验 而高级员工 与中级以上管理层 饮食的品质就相当高了 不但有机会品尝到 脂肪分布均匀的养殖肉 与活情孵化的蛋 还能品尝到纯天然的奶 通过笔竖控机床 还要精密的烹饪设备 他们甚至能对食材的 口感和味道 做到分子级的掌控 借助科技手段 让美食成为一种艺术 看着眼前这坨包子 李德不禁陷入了沉思 这玩意儿大概不能算艺术 而更像是一种文化产物 话说里面是一种肉啊 真的能吃吗 本着这么多人都吃了 也没看人有事的 实证主义精神 李德最终还是放下心中的成见 拿起来咬了一口 然后 第二口 第三口 李德 卧槽 这味儿有点上头 一日 前哨基地西门口 蹲在战壕里的警卫们 穿着风格 统一的毛皮大衣 肩上扛着一杆造型独特的步枪 方形的枪身 漆黑的外壳 厚重的机匣结构 以及纯木制的枪托 让他看起来颇有几分战锤的风格 就算有人把他抡起来当顿气势 也不会有丝毫的违和感 大而粗犷的暴力美学 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他的名字 却相当地内敛 或者说手续 仲裁者哀刑 前哨基地警卫队制式武器 开火 砰 十五声枪响齐齐响起 子弹杀气腾腾地朝着百米开外的标靶飞去 将靶子附近的树干打得四分五裂 警卫队长扳手的表情略微有些尴尬 十五个靶子十个托靶 最尴尬的是他自己都没打中 子弹搜地钻入了树林子里 找不着影了 最最最关键的是 管理者大人就站在门口看着 换蛋 扳手扯开嗓子喊了一声 警卫们迅速拉动枪栓 将炙热的蛋壳抛进雪里 重新瞄准靶子 等待命令 开始新一轮的打靶 这威力还挺大 用木质的望远镜 看着百米外那一排排射穿的树干 橱光的脸上 不禁写上了一丝意外 这威力感觉比里斯特 卖给他的七毫米铁管步枪 还要强不少啊 真的是仿制品吗 你不是和我说越大越好吗 反正鸡霞做得那么厚 我寻思着不利用起来可惜了 干脆增加了弹壳长度和装药量 现在他用的是7x70mm步枪弹 比原来长了20毫米 杵着拐杖站在旁边 下言言语地看了他一眼 这下够大了吧 够大是够大了 楚光感慨说道 就是这命中率有点感人 不过其实也无所谓 这些警卫本来就不是上前线的 100米外的靶子也没必要交给他们去打 让玩家们乌拉就完事了 朝天上鸣枪示警 够想就行 若不是担心堵塞鸡侠 他连无烟火药都想给他们 换成成本更低的黑火药 不但够想还有烟 看着贼帅 话说最近招的生活职业玩家有点多 大家日子过得有点佛界了 下个版本 楚光打算多招点 逼射玩家进来捡垃圾 再招点 辟射玩家进来打架 估计是弹头材料和枪管的问题吧 50米内还好 100米外 但到散步有点大 我在想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见楚光一脸奇怪地看着自己 下颜微微愣了下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 挺干净的 看着一头雾水的下颜 楚光笑着点了下头 就是觉得你最近勤快了不少 居然会主动替我考虑了 身为你的老板 我很欣慰 什么替你考虑 别自作多情 脸一红 下颜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 拄着拐杖费力地走了 楚光笑了笑 没去管他 酝酿了一会儿表情 静止走出了西门口 找到了蹲在战壕里的扳手 从战壕里爬了出来 扳手一脸愧疚地 看着管理者大人 低着头 面红耳赤地想解释 大人 我 把头抬起来 挺起胸膛 你们是前哨基地的警卫 是位秩序和正义的捍卫者 呵斥了一声 看着重新立正抬头的警卫队长 楚光这才赞许点了点头 停顿片刻之后 他继续说道 枪钢发到你们手上 第一次打不中很正常 多练几次 自然就找到感觉了 你们的训练 我都看在眼里 不必自责 但也切记不可松懈 扳手连忙道 属下不敢 楚光点了点头 拍掉了他肩上的血 看着他坚定的眼神 继续说道 明天 我会带你们出趟远门 这将是你们的第一次任务 你是警卫队的队长 记得多看多学 另外 一会儿你去仓库那里 找库管领14支VM 发给你的其他弟兄们 怎么用你应该知道 就不用我多交代了吧 包括扳手现在胳膊上带的 总共15支VM都是 楚光让小七帮忙编辑的警卫专用款 能够借助地图 直接识别玩家的ID 并将违规行为 直接报告给楚光 如果确认违规 楚光将依据事实予以处分 虽然目前服务器里的封测玩家们 都是比较友善的 但以后人多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会冒出来 枪只能威慑 等级低的新人和附庸的流民 等级高一点的玩家 还是得依靠权限来威慑 班首气势十足地说道 是 Alpha 0.7版本上线的第四天 一大清早 班首带着前哨基地的15名警卫队 在北门口整整齐齐地列了一队 连续数日的操练 还是有点成效的 不说战斗力能有多强 至少站姿和队形 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了 不再是歪歪扭扭的蓝散样 每天的火食有鱼有肉的 羊角鼠和青麦顿顿管保 他们脸上的气色 比起刚从掠夺者的地牢里出来时 简直好太多了 从开拓者号那边过来 护送工人们前往行动营地换班的卢阳 表情意外地看了一眼 这些背着步枪 整齐站成一列的警卫们 这些人的装备简陋 背上背着笨重的步枪和打包的行李 穿着便衣迅路毛皮做的大衣 只能说勉强做到服装统一 他们全身上下 唯一能称的上一件高科技的装备 恐怕也只有那个戴在胳膊上的生命体征监侧仪 也就是避难所中常见的VM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他们的纪律性 不过 卢阳总觉得 他们不像是避难所的人 更像是废土上的流民 避难所的蓝外套们 模样大多清秀干净 外形和企业中层以上的员工们更相似 看着不太像是能吃苦的样子 然而这些人不同 他们这张脸一看就吃了不少苦 卢阳正想着心事的时候 他身后的两名陆战队士兵 却在通讯频道里开着小差 你早上吃的啥 去蓝外套那买了两个包子 我靠 你几点下来的 五点 牛逼 卢阳咳嗽了一声 在通讯频道里呵斥了一句 安静 两名陆战队士兵立刻闭上了嘴 把卖关了 这时候 班首与卢阳对上了视线 便背着步枪走了过去 立正行了个干净利落的军礼 管理者大人让我在这里等您 八点整他会带着人上来 在此之前 他需要一点时间动员他的居民 卢阳看着他点了下头 说道 我知道了 不着急 他和楚光约定好的出发时间 就是早上八点 只不过今天路上的情况比较顺利 他和他的部下比喻期中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目的地 请允许我带您去会客室里休息一会儿 卢阳摇了摇头 婉拒道 不必了 我就在这里等好了 穿着动力装甲 在哪儿等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反正 外面雪刮得再大 也刮不到他身上 更不会感觉到丁点寒冷 班首点了下头 没再坚持 转身返回到了队列中 和警卫队的弟兄们站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 避难所的地下二层 正是热闹得不行 一版本一度的迎新大会 正进行到最高超 一个个穿着蓝外套的小玩家们 瞪着同龄大的眼睛 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 根据广播的指引 来到了B2层电梯前的广场 猛逼的情绪在人群中共鸣 几乎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然而事实就摆在他们的眼前 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真实的世界 而他们都是以活生生的人的形式 站在这里 呼吸着这里的空气 听着耳边那人声鼎沸 感受着那胸中激荡的血液 狗策划没有骗人 废土OL 简直掉爆了 卧槽卧槽卧槽 这这这就是404号避难所吗 干 这墙好硬 一点模型都穿不过去 还有这贴图 做得也太泥满 真实了 哈哈哈哈 牛逼牛逼 没想到竟然真的在有生之年 玩上了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游戏 兄弟们等着 下线了 我就去倒立拉西 兄弟 记得开直播哦 需要帮忙吗 我给你寄一瓶鱼油 靠 你们来真的呀 和前几波进入游戏的新人们几乎一样 站在B2层电梯前广场上的萌新们 兴奋的手舞足蹈 左摸摸右瞧瞧 还有往墙上撞的 原地蹦跶的 就仿佛在举行某种盛大的仪式 几十名没抢到资料片门票的老玩家们 则是站在一旁平头论足 怀念他们逝去的青春和过往 楚光也在观察着这些玩家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不过让他比较满意的是 这次进来的玩家里面似乎没有脱裤档 看来这一批萌新都比较矜持 当然也有可能是经过论坛老玩家们的点播 这些新人们对于这款游戏的基础设定还是比较了解的 在进入游戏之前已经达到了云玩家的水准 比如 废土 wellwell每人只能建一个号 这个账号会伴随他们从封册一直到公册 不可注销 退游之后 运营商会收回账号 并且保留 把账号重新发给别人用的权利 这时候 楚光正巧看见 人群中的一名小玩家 突然嘎地叫了一声 后仰着倒在了地上 微微愣了下 楚光低声道 小七 跟在楚光旁边的小七抬了下摄像头 怎么了 主人 目光停留在只有自己能看见的系统界面上 楚光若有所思到 太激动了 也会导致掉线吗 小七 呃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 但也没有那么绝对 比如 如果因为太激动 导致克隆体生理上休克的话 一实体的连接自然就中断了 但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真的有人会激动到休克吗 楚光 生理上休克还行 楚光看了一眼玩家列表 想看看是哪个倒霉蛋 结果刚一看到名字 微微愣了一下 戒烟 好吧 这家伙的话 倒是情有可原 八十分也算是重归重举 卡在了第二档分数的边上 居然愣是抽了这么多个版本才进来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摘掉了头盔继续兴奋 该砸整 会不会连现实中也休克啊 楚光忽然有些担心他了 不远处 抱着双臂的尾巴 失望地摇着头 老气横秋地说道 则这些新人不行 居然都是人类 思思斜了他一眼 人类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吗 尾巴不满道 我的意思是 就没有更幻想细一点的生物吗 比如骷髅人 史莱姆 或者触手怪之类的 顺便一提 如果可以自定义角色 我想当触手 思思叹了口气 不愧是阿伟 总觉得 见到了平时不会见到的一面呢 与此同时 地表上 腾腾正在小屋里忙碌地翻找 鸦鸦走进门里 左右瞄了一眼 终于在一台木制机器的旁边 发现了脑袋埋进箱子里 翻找着什么的腾腾 腾腾 马上要出发了 咦 这块不是什么 看着桌上那件面料柔和的质感轻盈的布片 鸦鸦一脸好奇地将它拿在了手上 腾腾回过头 脸刷得一红 冲上去一把给抢了过来 你是变 变变 太吗 鸦鸦 总之这件我还没做完 等我做好了再说 啊 对了任务任务 管理者大人让我带一些衣服过去 你快帮我拿一些 看着转身回去翻箱倒柜的腾腾 鸦鸦一脸困惑地歪了下头 但还是上去帮忙了 闲聊中 鸦鸦得知 这些衣服都是用魔鬼丝制成的 这些日子 腾腾一直在研究 怎么把魔鬼丝织成布 前段时间 搔丝 织布的工艺总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虽然脚踏式的织布机有些落后 但织出来的布倒是能用 这种由魔鬼丝织成的布不太保暖 但足够结实 一般的钢制剪刀还剪裁不了 非能用魔鬼鹅的口气剪才行 腾腾用这些丝织品做了十来件T恤 不过看起来只能当内衣穿了 话说为什么要戴这个呀 听说可以兑换奖励 啊 真的吗 鸦鸦心思有些动了 她昨天刚好踩到几个漂亮蘑菇 而且是没毒的那种 你等一下我 我回去拿点东西 啊 你现在回去拿东西来得及吗 等我呀 很快的 这么一来一回的折腾 当两人火急火燎地赶去北门口 队伍已经要出发了 管理者大人 我这几天就做出来的衣服 您看够吗 跑得气喘吁吁 腾腾将手里的衣服捧起来 不好意思地问道 对衣服的质量 楚光倒是没有任何挑剔 毕竟他也不知道 那些开拓者号的成员们 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这么短的时间里 能准备出这些已经不错了 总归是一个尝试 楚光赞许地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辛苦你了 腾腾腾腾地笑了笑 就在刚才 他的VM收到了任务完成的提醒 奖励了他100点活动积分 与此同时 下一条任务也紧接着触发 任务 将魔鬼司制成的衣服 卖给开拓者号的成员 奖励 每获得ECR 可兑换一银币 与一点活动积分 看着任务栏 腾腾腾的眼睛闪闪发亮 没想到 在去新地图之前 就获得了活动积分 而且还解锁了新地图相关任务 这波简直是赚大了 由于马卡老兄的意外身亡 以及出不了复活点的垃圾军 这次前往换班的玩家 只有198人 不过没关系 到时候楚光会随便想个理由 选个这三天 既然垃圾捡得最多的玩家留下来再干一轮 等所有玩家都干过一轮之后 他会统计所有玩家三天内的采集量 并调整资料片的规则 将与陆均粘的任务分配方式 改成集中报名 与择优录取 这样一来 不但能提高捡垃圾的效率 还能让那些对捡垃圾的兴趣 不是那么强烈的玩家 可以去选择 从事其他更感兴趣的工作 比如揉面团和包饺子 或者摆摊卖烧烤 只要能帮404号避难所赚取外汇 都可以拿到活动积分 这波楚光称之为 轻工业薅羊毛 只要能把那台工业母鸡买回来 付出多少汗水 都是值得的 顺便一提 之前压压拿着钞票来找她换钱 楚光除了给她银币之外 相应的活动积分 也在之后补给她了 看着稀稀拉拉结合的玩家们 楚光提高了音量 用红亮的嗓门喊道 所有人集合 我们的盟友 正等待着我们前去支援 别让他们等得太久了 现在 出发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上路 队伍比第一次去的时候 拉得还要长 将近200人的队伍里面 四分之三都是萌新 这些人还没从兴奋劲里缓过来 一路上看到啥东西都想摸一下 现实里的他们 不少人连雪的影子都还没看见呢 这游戏里倒是已经飘起鹅猫大雪了 得亏这下这大雪 要是赶上其他季节 这路上不是便宜蟑螂就是老鼠 还有那些脸盆大的苍蝇 和露着獠牙的猎狗 随便乱摸 丢了胳膊是小事 丢了命可就赔大了 看着这些不太聪明的篮外套们 跟在卢队长身后的两名陆战队士兵 面面相去了一眼 这些人没问题吗 我怎么觉得傻里傻气的 和上一波人相比 确实不像很聪明的样子 卢阳心里其实也有些困惑 不过却没有多想 虽然他并没有亲眼见过 那些蓝外套们的工作热情 但他却听后琴科的同事们聊起过 那些人干起活来 简直就像拼了命似的 恨不得把地上的地皮一起刮下来 也许过于的乐观的表现就是这样 无论他们是否聪明 只要他们能把活干好就行 一路无话 赶在十点之前 一行人抵达了行动营地 警卫和玩家们在营地中央待命 楚光在这里见到了老卢卡 见到自己的主人 老卢卡一脸激动地迎上来 向他报喜说道 大人 我们昨天一整天赚了足足4530C2C2 居然比昨天还多了105C2 楚光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这么多 老卢卡兴奋地点头 是的 大人 就是这么多 多亏了您的主意 那些包子 饺子之类的小吃 至少贡献了800C2 那些穿着灰带衣的人 他们一次性会买好多带回去 尤其是今天早晨 连他们的科长都来咱们这买包子了 那个李德 楚光还真想象不到 那家伙 那家伙居然也会对他们的小吃感兴趣 更想象不到他居然这么大方 不过 人的胃终究是有极限的 指望靠这小本生一发大财 终究还是有些困难 但乐观点想 三天就赚了将近1万CR 这无疑是个好兆头 没准到时候一个人也不用死 就能赚到10万也说不定 总归试试吧 就在这时候 后勤科的维特朝着两人的方向走了过来 请问您就是404号避难所的管理者吗 楚光看着他点了下头 是我 请问您是 维特友好的笑着说道 我叫维特 在后勤科工作 主要负责劳工们的工作安排相关事宜 我们的科长很挂念您 他让我替他向您问好 楚光也友好的笑了笑 也请把我的问候带给他 就说 他的老朋友很挂念他 维特笑了笑 继续说 我会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我得通知你们一下 关于新的采集场地 正说话间 不远处的开拓者号上 忽然拉响了警报声 听到长明的警笛 营地里的玩家们 脸上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是触发剧情了 刺激 三人脸上的表情不约而同一愣 楚光最先回过神来 朝着维特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请等一下 我正在询问 没注意楚光脸上的表情 维特伸手按着耳脉侧过脸 与后勤科的同事取得了联络 渐渐的 他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挂断了通讯之后 他看向了楚光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距离我们大概六公里 我们西北方向的森林 有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 正朝着我们直线前进 他们人数不少 武器装备精良 不像是废土上的流民 楚光严肃说道 这鬼天气还在外面乱跑的 肯定不是好人 需要我派人去前面侦查一下吗 维特连忙摆手说 不用不用 我们的人已经去了 事实上 我们也是这样判断的 他们的目的性太明确了 明摆着是冲着我们来的 顿了顿 维特表情难看地接着说道 虽然不想这么说 但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感谢书友Driss 夏花线 Maxis等盟主打赏 昨天吃了点药 睡了好久好久 差点以为自己穿越了 结果醒了 月出了 给张票票吧 拜托了